小夏 早晨 早晨 大家很晚就 回家了 你現在回家了 回家了 是的 回家了 各位觀眾 晚安 今天我還在英國 今天做了一個題目 我也是 原來我昨天睡覺無言無故 聽到一個節目 就是美國參議院做一個Twitter Twitter的負責 負責私隱的人 就上去爆料 說它裡面怎麼差 就是裡面那個對人客的私隱 怎麼差 怎麼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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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說得清清楚楚 哇 嚇了我一跳 幸好我都沒有怎麼用Twitter 原來我舉個例子 因為我昨天聽到真的很深印象 Twitter有7000個夥記 7000個夥記裡面有4000個夥記 可以任他們看所有人客的資料 那它的資料不只是你的名字 那是Email地址這樣的 原來它有什麼 因為它為了廣告 為了益它做廣告的人 它跟蹤得很厲害的 它跟蹤就是你這個人買東西的習慣 那是洗錢的習慣 人在哪裡 它全部都知道的 它對每一個用Twitter的人 它對那個情況不只是登記上去那麼簡單的 原來它什麼都知道 它全部在紀錄那裡 那個紀錄呢 它有7000個夥記 有4000個夥記可以看的 那個最慘的 夥記裡面全部很大部分是外國人來的 那些工程師呢 中國人也有沙特阿拉伯 也有那些全部是情報人員 中國人很多 那最慘是怎麼樣 原來呢 Twitter呢 只有兩成客戶在美國而已 八成客戶在全世界的 那譬如上次現在搞革命啊 那個上次那個利比亞那個革命啊 那它呢 那些資料那些人靠它保密的嘛 那些人就是搞抗爭的那些人 靠它說密的嘛 那它就派了人下去呢 就全部都流出去 就是現在有幾件事 什麼《顏色革命》那些人呢 很多都是用Twitter來 大家之間來通訊的 那樣東西絕對靠不住啊 那還有一件事叫clickthrough 我都剛剛學會的 為什麼呢 你有時候對它的廣告有興趣 你就一click 糟了 以後它就跟蹤你了 它不是它跟蹤你 它那個客戶跟蹤你 那它知道你的所有生活習慣 購物習慣呢 它就推廣告給你了 還有勸你買這件 勸你買那件 那這個如果真的是 Amazon那些沒什麼所謂 但是有時候不是啊 可以是那些情報人員來的 或者大陸那些搞情報的人員來的 這個事情原來是這麼激的 如果這樣的話 它一直上去講了很久了 去到參議院了 去到兩個多小時了 講兩個多小時了 還有我聽 那個人的名字叫Peter Zekko 拼音呢 B-I-T-E-R last name 姓呢 Z-A-T-K-O 大家上去可以看一下的 它有那個錄像全部都在網上的 你聽到 在YouTube那裡看了 所以它講得好 這個人真是一流 真的是專業的人 而且在國防部做過的 他真的對什麼保安 講得很清楚 很難講的 這些事情你不專業得來的 又要講得清楚 又要表達 還有在聽證會裡面 你知道壓力很大的嘛 個個都聰明人來的嘛 那些很針對性的問題 問得清楚 就是說我自己的資料 有個參議員叫Glossley 還是Glossley? Glossley 是78歲的了 她是Iowa的參議員來的 我採訪過她的 以前她老婆和我是一個婦女俱樂部的 所以那個人呢 她有accounting的背景 是 是 她的資料又被人爆出來 真是慘 連她的行蹤 家裡地址 那些都算是知道 但是最慘 她那些平時去哪裡 她跟誰朋友 誰是她的朋友 跟她有交往的朋友 她有時候可以利用她的朋友來影響你的 政治上 可以很多 我們現在開始學習什麼叫做 私人的重要性 我們以前以為美國一定靠得住 完全靠不住 大數據來的 說回來說 Keter這些社交媒體公司怎麼賺錢呢? Keter現在是賺錢的 現在還在賠錢下去的 但是大家對她有信心 她就靠一些廣告賺錢 現在廣告就不是TV那種廣告 現在是定點廣告 定點每個人 大數據搜集到你的人 喜歡什麼 喜歡吃什麼 喜歡看什麼 到什麼時候去哪裡 什麼時候起床 全部都有 那情報資料呢 我聽到的最重要就是 就是你的朋友圈你跟誰交往 你跟誰交往 一開始我就被人警告過了 我就很謹慎 所以你看到我呢 我有超過10萬人跟著我 我才跟了百多個用戶 一百二十個 這些人是全部大門 就是那些ABCNBCCNN 我是跟這些的 不是她馬上看到就知道誰是你的朋友 好什麼的 真的 公開這些不用Twitter公司 如果公司裡頭 她可以大數據 機器人 全部分析了你這個人的行為方式 這個事情最早就說回頭 用在政治上 誰才開始 班農 第一個奧巴馬才開始的 但奧巴馬那時候呢 就是其他email那種大數據 2016年 班農做了這個Cambridge Analytic 在英國開始 就有一幫英國那些人呢 就專門就搜集你在Twitter啊 那些什麼數據 Facebook 還是Facebook Facebook 比Twitter更差 更差 Amazon 全部都參與了 現在大家大量投資下來 就是她分析你所有人的所有東西 政治傾向什麼 比如他們會有數據說共和黨的人買東西會怎麼買 那天我先看 共和黨的人買東西 買on sale的東西多 民主黨的人買東西不算錢的多 都這樣來分析你的人 就是這樣吞 是不是on sale的東西推給誰 她定點推啊 我一天到一刻 我有時候我手上查一下 買一件東西啦 然後周知無人那些類似公司都推給我 就是她的廣告 她的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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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前就在美國那時候 我們做過Twitter的那些Google廣告 Google廣告 人家跌一次啊 她那時候要得很貴 要兩元的 現在大家貧爭就便宜了很多 但是都是兩元 三元 都是 所以你上去 你看Twitter好像不用錢 你又不用什麼 你不小心 弄一下人家賺幾毛錢的了 所以現在的造成 她原來拿你的資料賣給人 什麼都做得出的 完全直接斷件來買的 所以Facebook也是這樣 所以班農是第一個知道的 因為班農以前在海軍做情報的嘛 她懂得什麼叫情報 她就叫Cambridge Analytical 跟Facebook買那些搖擺州的資料 所以她那時候叫特朗普 就推那些選舉廣告 只是推到搖擺州 某些人 某些人是容易講得到的 敢服她投票的 所以那次特朗普贏呢 老老實實說 她沒有辦法 但是那裡就有技術性的贏了的 大家全部都是這樣 大家兩邊都是這樣的 第一次用到這個手機 就是奧巴馬的時候 奧巴馬最先用的 奧巴馬用完手機 手機定點有GPS跟蹤 那時候還是Blackberry 定點跟蹤 共和黨的人拿一張紙去查 他就拿手機開始搖擺 跟著他上去之後 2008年競選 2009年我們州開始競選 我們那個州的共和黨候選人 立即去遭遇了 立即去顧了奧巴馬的團隊 那個手機的整體 所以那時候我是這邊的嘛 我也是發了一個Blackberry手機 我的選民資料在 我這個選區七萬四千人在上面 我是拿著手機去選舉 第一次共和黨第一次民主黨 那時候反而民主黨對手沒有用這個錢 但是沒有人發現這個社交媒體那麼有力 所以Cambridge Analytical 也不是他先發明的 最早誰做起身 最早就是Brexit那幫人 Black 什麼? 脫鉤啊 Brisid,Brisid,Brisid 就是脫鉤第二號人 我採訪了他 很年輕的那些人都是 他們當時他們說 大城市你看到全部都反對脫鉤一片 他說肯定有人應該要脫鉤那些人在哪裡 問題就是那些人去了哪裡 當然在鄉下 鄉下那些人怎麼找 你逐家上門很難找的嘛 不知道走多遠的嘛 他們走去那些工人區那裡 跟那些人聊那些人真是頂不住要脫鉤 他們就開始就有一個人 這個故事我看那些人寫的那些回憶碟 那真是自己一個年輕人 28歲的年輕人 做電腦自己找上去的 跟他們說我有辦法就抓住那些人去說 抓住那些人去說 試一下吧 很少錢的嘛 那當時不肯脫鉤那邊有很多錢的 因為他們就人多嘛 這邊脫鉤那有幾個英國的有錢的說可以的嘛 所以就在那裡整 那班農那時就在劍橋 他不是在劍橋做了劍橋這個分析 那他那些人呢 他有筆錢從哪裡來呢 就是那個Merk family來的 就是Merk家族來的 他當時做這個是為了 就是為了他們的 他們那個 去搜集材料 是 一路搜集反而對選舉這麼有用 所以脫鉤教了他們這批人了 後來他們就很快地用這個Data 就定點去定點去 好像挺有意思的 說回原來那些故事 好像這樣 你說他們當時就問 Wisconsin贏不贏到 Wisconsin84年以後 共和黨沒有贏過 不可能贏到 但是Wisconsin這麼多工人 我怎麼放廣告給他呢 我又要放廣告又要不讓人知道 結果這班人就想了辦法 就走了去Mini Soda 南部一個口去西邊 放廣告 Hillary那些人笑他 這麼愚蠢的 Mini Soda你耿我一贏 但是他就發覺 Wisconsin那邊的人 全部看Mini Soda的電視台 那邊是邊界來的 周界來的 走去這些邊界 把廣告放在對面周等 是很有意思的 我看到很多回憶 這些故事 我自己走去競選嘛 發覺這些Big Data 這些Big Data 剛剛針對好這個 他到這個地步 一個個電視台 到Cover 那個畫了圈在哪裏 這樣就點了這個圈 接著的KB台更厲害 KB台的廣告 你知不知道再便宜到什麼地步 KB台如果做中文的廣告 就是真的大KB 做到99元一分鐘 半分鐘 這樣 億三半 那些政治廣告 那些政治廣告更便宜 就一半這些 這些是大學問來的 這些不是光環的 決定全世界人的命運 不是光環 不是光環 我問你 你猜Mighton那時候選舉贏了 其中有沒有做到這些事情呢? 當然是做得最厲害的 是民主黨 Facebook Facebook的老闆 用了四個億來做嘛 是啊 Facebook 是啊 Facebook用了四個億去全部 所以呢 就是真的說回頭 民主黨 民主黨用得比共和黨好的 因為為什麼共和黨的人呢 比較給集中 給他們教堂 這樣 民主黨的人 那麼散 多IT的人 多IT的人 是啊 是啊 民主黨的人 他們做得多的 這個是 那鬥法鬥下去 很難有民主的了 真是 你現在這樣鬥法 大家根本和那個 所謂公正 就根本距離越拉越遠 啊 那大家公正就是機會 你有機會 一樣做 大家都有機會 現在就是最後 很多人搏錢 現在 我前幾天聽阿倫說 都是用最簡單的 一個人 就是真的 是什麼 不要郵寄了 真的要遞張票過去 就是找人來怎樣 用回最古老的辦法 最最什麼的辦法 點票呢 機器點都不是 就是他有人監票 但是要郵寄投票本身 就是不對 郵寄投票 你都不知道誰填的 所以應該人去投票的嘛 應該人去 身份證查了就是我了 不是我回家 一堆選票來 兒子全部都填了 老爸老母的 你怎麽是呀 那這次的西 Western Junior 那個央拳贏了 他那個是不是機器 機器點還是人點的 機器點我在場的 你在場 但是他機器點 他那個機器點 你怎麽說呢 因為他監票每個人 好像我 我那次沒有去監票 我去報道了 那如果監票呢 你搜到手機 你的手機有了選民數字 好像這個 我這個投票站 這個投票站 比如這個投票站 應該有 1000人來投票 那你監票那些人搜到 手機就有這1000人的名字 嗯 誰你認識誰 這樣呢 你就知道 你那些票進去 怎樣呢 你就知道誰有來 誰沒有來 這個就不能假的 你拿著駕駛執照 所有的東西 你登記過才行的 是吧 所以現在最大的漏洞呢 都是總統選舉 那個郵寄那裡 郵寄啊 最大的漏洞是郵寄啊 所以這個中期選舉 不會很嚴重的 不會有什麽作弊的 不是那麽容易 因為中期選舉 民主黨 比如這樣 Filadelphia 這個2012年 你在Filadelphia 約12個投票站 一張共和黨選票都沒有 你怎麽會一張都沒有啊 你說他有100張 這樣也好 一張都沒有啊 這個是不可能 統計上不可能的 是啊 那你以為發生了什麽事 當然是作弊 不用說了 用什麽辦法作弊呢 什麽辦法 他就投入 他怎麽說呢 他在那邊投票 他在那邊投票的時候 他等於是所有投票機 不知道怎麽開了鎖 不知道怎麽把所有點票 或者都掉了共和黨的票 都有可能 或者是機器那裏作弊 如果是零的話 就是機器的了 肯定是機器 那當時到什麽地步 到那些黑人那些 那些有些暴力民族 還站在投票站 威脅那些人 那裏 又不捉 所以這些 但是現在是這樣的 菲拉德爾菲亞 如果是議員選舉 那三十六個投票站 反正都是民主黨的地方 他就投了民主黨 零就零 不用理你的 但是呢 如果是 好像我們區都是民主黨 但是我們區都有 所以我們會看到 好像我們這邊 比如是第十選區 大家擁著 共和黨有希望 但是呢 可能有時候 有一次民主黨的人 贏七百多票 贏的 那七百多票 那時候你就每個人對著 每個人對著 那你一個個選區 就不是那麼容易作弊 但是如果混在一起 他三十六個選區 那裏三十六個投票站 如果是選一個議員 比選擇零就零 但是如果選總統那時候 他混在全州一起 他就拔下了 所以選參議員有很大的影響 選眾議員就沒有那麼大的影響 哦 那這次都有三分一參議員要選舉 是不是 參議員就是這樣 就是 就 有些州呢 就 總之是 就是 藍州、紅州 你都不用說了 就 作弊都沒有意義了 但是現在有七個搖擺州 是 這七個搖擺州呢 就是全國的人去看得很緊 是 是 那就會比較多的 就是爭拗都是搖擺州 中期都是那七個搖擺州 都是那裡主題 現在中期 就是 參議員 都是那七個搖擺州 是嗎? 是七個搖擺州 我現在跟大家讀一下七個搖擺州 我看一下 我都讀 看不見 不是看不見 太遠了 太遠了 你都記到的了 都是說幾個了 最簡單 就是 這麼說搖擺州 我第一關心 威斯康城 就是因為我一個朋友 的 Ron Johnson 第一關心 他現在是領先 三個點左右 第二個搖擺州 我也很關心 就是Georgia的 Horatio Walker Horatio Walker 就是 共和黨候選人 他本來落後了 最早好像落後十個點 嚇倒了 我這樣都拿不回來 他現在是黑人對黑人 那 Horatio現在就 上了 他現在 有兩個贏點 那 阿里桑那 共和黨 共和黨 這次 可能可以 多拿三票 兩票到三票 參議院 到現在 有希望 有希望 很有希望 共和黨 拿到一票 共和黨就多數票了 嗯 嗯 這樣 現在眾議院 基本上共和黨 就是參加了 證券在握的了 現在就是參議院 是參議院 是參議院 就是參議院 那些什麼都很重要 州長都很重要 州長 州國務卿那些 州務卿都很重要 州務卿不是算是任命的 州長 州長 他幾個 州長 副州長 和這個 Attorney General 總檢察長 這三個位置 是州的頭三個位置 是選回來的 是 是選回來的 那些是比較重要的 州務卿是處理一般的事務 州務卿不是重要的位置 明白明白 但是如果你選到那個州長 或者那個檢察長 你基本上 作弊那裡可以盯著嘛 起碼是吧 有州長和那個 盯著呢 那些出貓的機會就少很多了 不單是州長可以盯著 最重要盯著的是誰呢 議會 大家不要小看州議會 選舉 決定本州選舉制度 是州議會決定的 議會裡面的議長 不是議長的議會 投票 但是議長去決定 是不是進入議程 所以最重要 那個議會 就是州議會 千萬不要 千萬不要 大家說 都不知道誰來不選 州議會很決定命運的 那七個月擺州的 州議會 共和黨的情況如何 應該是 我現在就不要問 我記得 記得 應該是 Pansylvania州議會 共和黨來的 Georgia以前都是 Georgia州議會 共和黨來的 這樣 其他我不記得了 亞利桑那州議會 好像一個共和黨 兩個院 一個共和黨 一個民主黨 這個 Wisconsin州議會 好像也是 所以總之差不多 大家在哪個州 就大家關注去看 是 是 現在 Donald Trump endorse他們 支持那些 共和黨的選舉人 基本上還是一帆風順 是嗎 目前還可以 Pansylvania州議會比較困難些 比較弱些 第二次他從來沒有從政 是 是 還有他對手不肯和他辯論 對手是怎樣的 初選的副州長來的 就是中風 中風 結果出來說話有問題 就是說話不搭灑的 而且他很奇怪 後面生了一個大樓 他穿著那些Hoodie 就把樓遮起來 被人拍到後面生了大樓 也不知道有什麼病 他現在說可以辯論一次了 那他就打擊說這個Dr.Oz 你是醫生呢 你還去笑話我病人 明白 好像這次很重要 這次是吧 還有個幾月 還有個幾月就來了 我説11月8號選舉 所以我們會投入很大的力量下去 因為這個真的有關 關於美國命運 下邊來兩年會是怎樣的 真的很重要 真的很重要 這陣子真的 特朗普說得挺對的 他說拿美國最壞的那四個總統 加上那些劣跡 都不夠拜登一年多搞 搞禍的事情 真是搞禍的 美國經濟現在真的很嚴重 現在到底那個通貨膨脹 那個問題到底去到哪裡 沒有人說得出來的 現在最重要的是油價 大家好像說 拜登說 美國很多地方 油價平均2.99元 就是有多少個州 都猜過你了 一個都沒有 他不斷說 沒有沒有 起碼是3個多 4個多 就是在東岸3個多 4個多 去那邊西岸就是5個多 我從來沒見過2個多 沒有沒有沒有 我拿著 我知道 我拿著長途 你也拿著長途 你最清楚 是啊 剛剛拿著長途 我找到最便宜的地方 鄉下和不鄉下最便宜 3元1毫半 是最便宜的地方 哦 給你找到3元1毫半 沒有東西 就是鄉下 我最便宜找到3.5元左右 這邊一般來說 紐約斯特派那天 都是3.7元左右 就是那邊是便宜的地方 那你下來 總之 總之 好像Maryland 現在平均大約3元 3元4元 3元5元 3元6元 為什麼 周將那個稅取消了 哦 哦 那個是民主黨的哦 那個州是民主黨的 Maryland是民主黨的 那個州是共和黨來的 哦 那個州是民主黨 那個州長都是很反的 Trump這次又要 Maryland又要再選 那這樣很辛苦 那這裡 加拿大那些有貴 加拿大那些有貴很多 比美國上次去 差不多貴半支七十七成左右 就是美國應該是 比如美國是四元 它就應該是七 它應該是七元幾這樣 哦 等於七個幾個加拿大 等於七個幾個加拿大 很嚴重 英國這裡英鎊不見了25% 很嚴重 英鎊對美金差不多 差一點一對一的 是啊一對一 所以我拼命去Costco買東西 因為它沒有空改價 Costco買嘛 它沒有空改價 我拼命買什麼東西都買 是真的 你看著英鎊當是美金的賣 我什麼東西都買買都很划算 買多些就放在那裡了 現在美國這個油價怎麼樣呢? 拜登每天要放一百萬桶 美國的戰略儲備油 你看一下 一過了選舉 那些油價立即升回 大家都是這樣猜 過了選舉油價立即升回 那些儲備油 美國戰略儲備來的嘛 這個真是的 這個很壓煙的 還要賣了這麼多給中國 英國也是 英國的Johnson時代也是問題來的 自己根本有很多油 海裡面有很多油 他又不批准fracking 不批准熱壓油 現在Charles上去之後 全部開放了 如果不行 他就借了很多錢了 他這次呢 借錢 借國債 什麼國債 兼減稅 所以呢 都很嚴重 誰知道 被美國一搞 那個英鎊就跌到真的 跌了25% 很嚴重的嘛 那我們香港人最慘呢 香港人呢 因為BNO去英國多 我經常都勸他們換美金 你知道 你看到我經常都說 但是他們呢 為了方便 就換了英鎊 那這次就是大災難了 災難就是大災難了 這次股票市場什麼都跌到死了 還有可以跌 還有可以跌 但是只是造成美國經濟問題 造成全世界經濟問題 歐洲很慘啊 慘到不得了啊 搞了一場戰爭啦 那場戰爭也是啊 令到歐洲啊 歐洲監子百萬 又要給120個億 美國戰爭 那些錢 就是你看見那些錢 全部從民間這樣手掛發 你見到很害怕的 你真的見到很害怕 就是你已經給了這麼多 上次400個億 一直這樣看 這次撥款又是120個億 就是那時候美國是靠稅收的 現在沒有人提出稅收的了 又法國債又印又印又印 一尾就印 從來沒有人提出稅收的了 你明白嗎 好像稅收那些失失稅不夠 不夠的大洗 現在還要稅收啊 現在就是說要加稅了嘛 那要將那個 就是所謂收入20萬以上的人加稅 但是永遠呢 就你這樣說是收入20萬的人 永遠加稅全部加小企業主的 嗯嗯 那他跟著下面 我們這邊都是加稅 跟著就要加什麼 消費稅啦 那要加 油稅 可能就是現在不敢加油稅 但是那時候就會加油稅 起身 再加什麼 因為美國油便嘛 是 就是上 現在的統計 就是在一年之內 上年到現在 美國人平均每個家庭 就是少了多少錢呢 少了四千元 四千元 就是每個家庭損失了四千元 是啊 是啊 每個家庭損失了四千元 是啊 所以你說中期選舉 就是民主黨現在中期選舉沒有其他樣子 那是兩件事 一個是墮胎墮胎 要知道他們反對墮胎 那現在就 墮胎一個還有 哎呀我忘記 都忘記說什麼 就是他們那些 還說是種族主義和墮胎 兩件事死這麼說 那 那 沒有其他好東西 說不出其他好東西 那兩件事都不是好東西 根本就是 是啊 就是 所以這些呢 就弄到現在 就是美國 剛剛說回那套 privacy 就是你說回今天主題 就是 施隱 施隱 那現在這些 這些施隱問題 就是現在就 就是有個大問題 他不但只是 就是把人家的施隱放出來 而且利用這個施隱 國家去執法 很大事的 就是最近 前幾天 就是 FBI 就走 二十三個 去捉一個七十多歲的老頭子 就是 那個是 他是反墮胎人士 就是 跟一個 跟中間一個 去墮胎的人 在墮胎裡 他就等於有些衝突 那個衝突 最後有些問題 那個對方 是真的 貼塊膠布 貼塊那些布 就好了 怎至於 整個二三十個FBI 去破門入 就捉了別人 就是 又搞這些 這樣 就是 很多人 那天 你跟我律師吃飯 他講一身 那個人也是 他沒有遞過 他就在 他自己手機的短訊裡發了幾聲 坐牢 坐牢了一整年 那個律師比較厲害 就是我的律師比較好人 將他辯論辯護出來 但是在那一年中間 他老婆來了 分家裡 破產 所以現在這些 隱私問題 雖然說 也是拿來競選 拿來做商業 但是呢 也是拿來做國家 迫害人 很恐怖的 這個事情 就是學了大陸那一套 大陸那一套 大陸那一套 學了大陸那一套 好的就不學 壞的就學得很快的 這種 所有的有權力的人 每個人都是想去 就是有權的人 想更多的權力 有這麼多 那時候奧巴馬也說過 他希望可以做幾天江澤民 因為國會的事情做不到嘛 他真的做江澤民 是啊 小夏我問你了 那個裡面其中一點 講到最後 講到最後 有個參議員 問那個爆料的人 那個Selco 問問Selco 他說美國管這件事情 實際有機關管的 就是FCC 應該是FCC管的 FCC要管一些 但是FCC管不了那麼多的 就是Federal Communication Commission 是 就說他們那天聽證的時候 就說應不應該FCC管 這個問題跟你講 有矛盾的 是吧 他不負責 那些私隱 搞到周圍都是 是一個大問題 跟著找政府去管那些資料 那些大數據 可能又引發了第二個問題 哪個問題大些 真是 我呢 我是個小政府主義者 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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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現在這個問題 就是說 要不要監管 現在的大公司 壟斷化了 你想想Facebook Twitter 全部壟斷化 在YouTube 也一樣 YouTube也是這樣 我們在講 我們就說 好像我們兩個不賺錢 那樣 他做不到我們 但是你也可以封 封你都可以封 你試一下天天 你試一下天天在說 說說俄羅斯 說得不對 多少人全部封 全部封 你試一下說1月6號 說多幾次 每天都說 對 又是封了 你現在一定要 就是我現在是這樣的 封誰呢 我就專門去看 找同樣的消息來看 現在有個問題 說了要被YouTube封 那時候真的挺好笑的 就是那時候 有些 就是說謠言那些人不封 現在你說習近平死了 那些人不封 但是你不嫁習近平 說中國這些謠言不對的 那些被人封 那些謠言誰放的 你說這麼多中國 我昨天那個同學 先跟他講一聲 他們被人封了 就是 湘淳被人封了 凡在說 你看到整個周圍都賺錢 有很多點擊 說習近平又怎樣了 沒事的 你走上去說兩旗說 習近平肯定是謠言 不知道中國的政治運作 那些被人封了 中間你說 是不是有中國的僱員在那裡 在新加坡 那幫人在新加坡 那幫人 他outsourced了那個sensor 在新加坡那邊 那新加坡那些請回來的 當然是大陸那些 所以這些誰放的謠言 從這個方面看 如果你是沒有中國方面的影響去做 那你就大家一起說 你說什麼 你說真我講假 大家 為什麼要專門封 我現在就真的見到這麼多封 因為我怎麼說 我原來很相信美國這個言論自由的自由制度 這兩年弄到我真的很多懷疑 因為1月6號的事情我們見到的 最慘是這幫社交媒體大把錢 你打不過他 去找律師告他 你打不過他 真的打不過他 是啊 打到你破產 你都打不贏他 唯一的辦法就是想很多 你有其他好像Trump的Truth Social 我現在都還沒開始 那種有些競爭 好像Twitter有Rumbo 那Rumbo 我是註冊了Rumbo 我等著一旦Twitter 有時選舉的時候 我們自己就被人封 我們這麼說 好在廣東話他們可能聽人不多 我們講普通話立即就沒有了 他現在還有一件我忘了說 他原來整個Twitter 他沒有記錄的 就是那些工程師進去 看一看東西修理一下東西 應該全部有紀錄的 什麼時候有做什麼 然後什麼時候出來 結果是怎麼樣 全部有紀錄 原來整個公司沒有 那他為什麼 他說呢 就是我們的私人 比如說你過了多久 他應該刪掉他的 完全沒有一套這樣的制度 變成你的資料 他永遠都存在他那裡 他要刪掉他 他不知道在哪裡 他擺在哪裡都搞不清楚 那四千多個工程師 很多是外國工程師 大把中國人 全部是差不多任他玩的 所以這件事情 如果他是這樣 Facebook肯定是這樣 那YouTube是一定的 又是差不多 他們圍圍圍的 那幫人都是 都是差不多一個標準的 所以這個問題 真的 我們自己都要小心 不要點擊他的廣告 點擊他的廣告 叫做click through 你點擊之後 他就抓了你 以後 你的所有資料 他就一直跟蹤你 就賣東西給你 賣東西給你都很閒 最慘的是他有些私隱的問題 有些政治言論 什麼什麼 他不知道他做什麼 就是拿了你的資料 所以我從來不看廣告的 我不貪他的這些 這些不要貪的 你千萬不要貪 大把地方買東西 你就去Amazon買東西 沒問題的 你不要去貪他的廣告 但是一樣click through 品債你 我已經被人多次了 Amazon 一直被Amazon追過你 是 Amazon追回Amazon就算了 這個商業行為 但是最慘的是 你Twitter被那些廣告商追 廣告商裡面有好人有壞人的嘛 所以這個講了